利用三个星期的时间背着相机骑着单车穿梭在花莲市区 透过镜头记录东大门夜市七星潭等地方 来自韩国大修的摄影家张用根 他首场各展都市采集花莲开展了 来到主机里举办摄影工作坊 并且亲自传授以防长辈如何使用手机来拍摄 他的展期到明年1月9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好地下艺术空间来欣赏 社区老大人在主机里掌号召下 带来精彩的战鼓演出 日前好地下艺术空间 邀请曾于2019年来花莲策展的韩国大修摄影家张用根 直约起在好地下艺术空间带来延宕近三年的首场各展 都市采集花莲 并在主机里活动中心举办摄影工作坊 传授长辈如何更精准地透过手机记录日常的点滴 在西亚国家里面有很多地方 有趣的余景和海灰通猪中的土地上 大陆上有相互的大陆很的 狂変化 有很多很多狂犬大的土地上 以冷卖和海灰的瓦陷 传先来了 我們之前都有許多的社區的合作 那這已經是第三位藝術家來跟足跡里做合作 主要是因為他是一位攝影家 那想說長輩們或許就是非常輕便 每天說要用手機拍照 那可不可以有更進階的版本 教他們可能怎麼構圖啊 怎麼去調光調色啊 拍出更好的照片 這一次請到這位韓國攝影家叫張用根 他來自韓國的大丘 那就是韓國應該算是第三大城 那主要是因為2018年 我去韓國大丘住村 然後認識張用根 然後我們就做了這樣子攝影的雙向交流 那兩年前他來花蓮住村 結果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拍了一些照片 那就一直一直延宕到現在 那這最近才就是邊境解封 所以他才能夠進來 那他主要的創作的題材是關於花蓮 那他把它成為花蓮 就是城市採集 張用根的都市採集系列起源於2003年 從當時納秋城發生兩起大型地鐵事故的紀錄 開始一系列的鏡頭創作 這次在花蓮展出近20張透過外國人視角的照片 尤其他對七星潭印象深刻 因為頻繁飛行的戰鬥機 飛越山海風景 讓他想起南北韓的緊張關係 都市採集花蓮 直接起展出至明年1月9日 好地下藝術空間將持續和韓國交流 開啟藝術新頁 記得長幫眼 華蓮詩報導